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要搞四年 我们来看一个PowerPoint 1945年日本投降香港光复 1945年日本投降香港光复 其实整个亚洲日本占领的地方都被光复 其实所有亚洲被日本占领的地方都光复了 1945年8月份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那我们是 今年2014年 那今年是2014年 611建店完成 那我们算一算1945到2014 刚好就是70年 那我们算一算1945到2014 刚好70年 那还有呢 611开始是2001年的母亲节 还有611开始的时候是2001年的母亲节 从台湾来到香港 我和师母从台湾来到香港 我们开始建立这间教会 那我们开始建议这个教会 是2001年 是2001年 到现在建议完成是2014年 到现在建议完成是2014年 01到14又是14年 01到14又是14年 神不要让我们在13年或者12年 11年就建好 神没有让我们在13或12或11年就建好 否则就70和14都不会出现 否则70和14都不会出现 神是让我们来到70年后 我们有一个是比较大的店 神知道我们到70年 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店 我相信神将来会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店 我相信神将来会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店 但现在我们上面可以 这个年坐1500人 但现在我们上面的店 这个可以坐1500多人 已经比这个全湾大会堂都大了 已经比全湾大会堂都要大了 比浅会大学的AC号都大了 比金会大学的AC号都要大了 我们把掌声给耶稣 神今年让我们建好 其实就来到第70年第14年 那神让我们今年盖好 就到这个70年跟14年 为什么要70和14呢 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另一张图片 以色列人被老 以色列人被老 第一次被老是605年公元之前 第一次被老是605公元前 第一次归回就是公元之前 536年由所罗巴伯所带领 第一次归回就是西元前 536年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的 归回重建圣殿 进入复兴 那我们数一数605到536 其实就是70年 那605到536 其实就是70年 70就是一个归回的数字 70其实就是一个归回的数字 以色列人被老归回 70年去进入复兴 70年他们进入复兴 我们香港光复70年 我们香港光复70年 我相信也是我们归回的日子 我相信耶稣 我们光复的日子 很多人会归回香港 很多人会归回香港 这个是亚洲复兴的时刻 这个是亚洲复兴的时刻 Amen 特别是神给我们亚洲的异象 我们相信现在是亚洲恢复的时刻 我们相信现在是亚洲恢复的时刻 因为从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 到现在是70年 整神等了70年 整整70年 要让我们进入这个归回 要让我们进入这个归回 我们又看到 第二次归回是457年公元之前 第二次归回是457年公元前 是以斯拉所带领的复兴 是以斯拉所带领的复兴 这波的复兴是重建律法 和重建敬拜 而这波复兴是重建律法 跟重建敬拜 第一波归回建殿 圣殿建好了 第一波归回建殿 圣殿建好了 圣殿里面的敬拜需要被恢复 那圣殿里面的敬拜要被恢复 需要第二波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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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536到457是相隔80年 但是536到457年相隔了80年 80是4的倍数 80是4的倍数 是40年 是40年 两个40年 两个40年 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加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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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的旷野 40年的旷野 40去代表出旷野进入应许的数字 40是代表出旷野进入应许的数字 也都是一个世代 也代表一个世代 现在是两个世代过去了 那现在是两个世代都过去了 第一次归回 去到第二次的归回 相距80年 神做大事 第一次归回 相对于第二次归回 是相距80年 神做大事 第二次归回 去到第三次的归回之间 距离14年 而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归回 相距14年 第三次归回 是尼希米所带领的重建城墙 而第三次的归回 是尼希米所带领他重建城墙 相距14年 所以相隔14年 所以相隔14年 所以我们看70、80跟14都是神工作的时刻 神预备好 时间到他就工作 神预备好 时间到了他就工作 那现在我们来到70和14 那现在我们到了70跟14 我们光复70年 我们开始611、14年 我们光复了70年 我们开始611、14年 神要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工作 611是进入一个更大的时代 611是进入一个更大的时代 建殿之后 建殿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呢 是我今天的题目 建殿之后 建殿之后 其实就是在70年和14年 建殿之后 其实就是在70年跟14年 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神要让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时刻 只要让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时刻 让我们有更大的归回 让我们有更大的归回 让我们有更大的敬拜在我们当中 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继续要做大事 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 祂要做大事 我们来分享第二次的归回 所以我们来分享第二次的归回 那就是以色拉的归回 也就是以色拉的归回 我们上几堂分享了 就是所罗巴伯的归回 第一次的归回 前几堂我们分享了所罗巴伯 就是第一次的归回 第一章就是所罗巴伯的归回 第一章开始讲所罗巴伯的归回 就是重建圣殿 重建圣殿 到上一堂我们李恩全道分享 圣殿已经起好了 那上一堂李恩传道分享 就是圣殿已经盖好了 今天我们要讲第七章 今天我们要讲第七章 就是圣殿建好之后 那又怎样呢 就是圣殿盖好之后 然后呢 我们来读以色拉记第七章 我们来读以色拉记第七章 先由我来读 牧师先来读 第一节 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连间 有过以色拉 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西宣年间 有过以色拉 我们跳到第五节的最后 我们跳到第五节的最后 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这五节的圣经就是说到 以色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 这个五节经文就是讲说 以色拉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 好 现在请大家读 第六节至到第十节 然后我们一起读第六到第十节 以色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国家 是大祭司亚伦的神的手帮助他 歌唱的 守門的 尼提尼 有上耶路撒冷的 皇帝七年五月 以色拉到了耶路撒冷 正月初日的 他从巴比伦起程 因他神先恩的手帮助他 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 以色拉定置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经典以后 经典以后 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经典标注着一个时代 经典标志着一个时代 经典是复兴 经典是复兴 新时代的开始 经典之后神要继续的复兴我们 经典之后神要继续的复兴我们 第一点我讲的是新时代的器皿 所以第一点我讲的是新时代的器皿 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 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 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色拉 第一节就是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色拉 这事以后是指建殿以后 这事以后这个这事就是讲建殿以后 所罗巴伯公元之前五三六年 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所罗巴伯先运前五三六年 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一开始重建建殿基 之后又被攻击 跟着停了十五年 再开始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候再开始动工 到了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候再开始动工 一做就做了四年 一做就做了四年 公元之前五一六年才做好 所以公元前五一六年才做好 这事以后其实有个以色拉出来 所以这事以后就有个以色拉出来 现在公元之前457年 这也是公元之前457年 距离第一次归回是八十年了 距离第一次归回已经八十年了 两个世代过去了 两个世代已经过去了 圣殿都建好了 圣殿都盖好了 圣殿里面那个敬拜还未完全恢复 但是圣殿里面的敬拜区还没有完全恢复 圣殿在这一段日子里面都仍然的 是电起好但是敬拜还未提升 所以圣殿在这个地方虽然电是盖好 可是敬拜却没有提升 在这个时候时间到了 所以这个时候时间到了 经过了两个世代 以色列人应该进入他们的应许之地 经过两个世代 以色列人应该进入他们的应许之地 以色列人应该进入他们的复兴当中 以色列人应该要进入这个复兴当中 所以圣经第七节 以色拉就记载 这事以后波士王阿达四十年间有个以色拉 所以圣殿都记载说 这事以后波士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色拉 以色拉就出现了 以色拉就出现了 新时代的器皿 在新的时代 在新的时代 第一小点是新的时代 第二小点是神预备器皿 第一小点是新的时代 第二小点是神预备器皿 在新的时代里面神需要有新的器皿 在新的时代里面神需要有新的器皿 神就起来预备了以色拉 神就起来预备了以色拉 以色拉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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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名且他的出现是 原来他是祭司的后代 那他出现 原来他是祭司的后代 是祭司阿伦的后代 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 他是很有身份的 他是很有身份的 神预备了一位祭司 神预备了一位祭司 但是在巴比伦做祭司是没有饭食的 但是在巴比伦你做祭司是没有饭食的 因为在巴比伦没有圣殿 圣殿在耶路撒冷 圣殿在耶路撒冷 以色拉他是大祭司的后裔 他却是在巴比伦 所以以色拉是大祭司的后裔 但是他却住在巴比伦 在他的城墙里面神预备了他 但是在神墙里面神预备了他 来到公元五三六年之后 来到公元五三六年之后 过了八十年五四七年 以色拉就兴起了 以色拉就兴起了 神预备了这个器皿 神预备了这个器皿 当神预备好这个器皿了 当神预备好这个器皿了 这个器皿是不是自己要去回应神呢 这个器皿是不是自己要来回应神呢 我们看第三节 第三节节目就是器皿回应神 我们看第三节目是器皿要回应神 弟兄姊妹 神预备了你和我 神预备了你跟我 神自小就预备了我 神从小就预备了我们 然后带着我去台湾读书 加拿大读书 然后带着我去台湾读书 去加拿大读书 在加拿大并且牧会十年 然后在加拿大牧会了十年 在那里等候神 河边等候神十年的时候 我在那边河边等候神 等候了十年的时间 每一天都在那里等候祷告 预备自己 神要我做好预备 神要我做好预备 我也都预备好回应神 我也都预备好来回应神 神今天呼召我们 在建殿之后 其实神需要弃命 在建殿之后 其实神需要弃命 神有个心意要复兴 神有个心意要复兴 但是我们是否能够进入复兴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进入复兴 神已经做了一个部分 祂预备了我们 神已经做了祂的部分 祂预备了我们 在香港预备了611 祂在这里预备了611 但是611是否继续能够复兴 和带领更大的复兴 但是611可不可以继续复兴 或带领更大的复兴 其实很看人的回应 其实很看人的回应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第六节开始 以斯拉的回应 以斯拉的回应 这个器皿来回应神 第六节 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 他是敏捷的文士 通达耶和华神 以色列的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 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所以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这以斯拉 特别强调是这一位以斯拉 特别强调是这一个以斯拉 其实中文来说 不需要有这个这字 以斯拉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中文来说就是以斯拉 其实就是强调 这个器皿 他起来回应神 就是这个器皿 他起来回应神 在这段圣经里 看见他有三方面的回应神 那这个节圣经 我们看到他有三方面的回应神 神预备了以斯拉 以斯拉要他回应 神预备了以斯拉 以斯拉要来回应神 对神的呼召对这个时代有一个回应 对神的呼召对这个时代有一个回应 第一个回应 第一个回应 他通达耶和华的律法 他通达耶和华神的律法 通达律法 通达律法 他怎样通达律法 他怎样通达律法呢 圣经记载它是一个敏捷的文士 诗医生记载说它是明节的文士 文士这个字的原文就是预备了 明节这个字的原文就是预备 预备好 预备好 或者很快 预备好它就很快了 就是预备好它就很快了 它已经预备好 它已经预备好了 神呼召它的时候 它在巴比伦 它已经预备好成为一个文士 呼召汉说它在巴比伦已经预备好成为一个文士 它是一个敏捷的文士 它是一个敏捷的文士 所以当大时代的球一来到的时候 它就可以打这个球了 所以当这个大时代的球一丢过来 它就可以去打接这个球 如果它这么预备好 它接不到这个球 所以如果它没有预备好 它接不到这个球 它是一个预备好的文士 它是一个预备好的文士 非常之快速 非常地快速 它怎样预备呢 它怎样预备呢 我看见它第十节 我们看见第十节 以斯拉定制考究进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它是敏捷的文士 它为什么能够那么敏捷预备好 它为什么可以那么敏捷预备好 它定制寻求摩西的律法 因为它定制考究遵行摩西的律法 它定制遵行摩西的律法 它定制教导人摩西的律法 它定制教训人摩西的律法 它对神的话语非常之渴慕 它对神的话语非常地渴慕 明白遵行教导 明白遵行而且教导 它是一个器皿 这个器皿对神的呼召要有回应 它必须要有神的话 这个器皿对神的呼召有回应 它必须有神的话 它是祭司在巴比伦 它是祭司但是它在巴比伦 它就专心读圣经 是时候没读 它好好地研究神的话 它就专心读圣经 时候还没有到 它就专心考究神的话 并且教导神的话 而且教导神的话 非常之厉害 非常地厉害 它在神的话语方面预备自己 它在神的话语方面 成为敏捷的民事 预备自己成为敏捷的文事 它在第二方面 它去预备自己去回应 它在第二方面 它预备自己去回应 就是它领受圣灵 就是它领受圣灵 我们看第六节这样说 我们看第六节它这样说的 王远准他一切所求的是 因耶和话他神的手帮助他 王远准他一切所求的是 因耶和话他神的手帮助他 第九节又出现 第九节又出现 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起程 因他神私恩的手帮助他 五月初一就到耶路撒冷 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起程 因他神私恩的手帮助他 五月初一日他就到了耶路撒冷 第28节 因耶和话我神的手帮助我 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 与我一同上来 因耶和话我神的手帮助我 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 与我一同上来 他是敏捷的民事 他是敏捷的文士 他明白遵行神的说话 他明白遵行神的话 他有神的说话 他有神的话 有神的说话还没够 但是有神的话还不够 他另外第二方面对神的回应 是去领受圣灵 他另一方面对神的回应是他领受圣灵 神私恩的手帮助我 神私恩的手帮助他 神的手就是代表圣灵 神的手就是代表圣灵 就是神的灵来帮助他 给他恩典给他力量 神的灵来帮助他 给他恩典给他力量 他说因为神私恩的手帮助我 所以王寻准我一切的请求 他说因为神私恩的手帮助我 所以王允准我一切所求 因为圣灵帮助我 所以我是正月初一出发 我五月初一我就去到耶路撒兰 很快就到了 所以因着神的手帮助我 所以我正月初一出发 我五月初一就到了 很快我就到了 从巴比伦去到耶路撒兰 从巴比伦去到耶路撒兰 四个月的时间我就到了 四个月的时间我就到了 被这平安的抵达 而且平安的抵达 还有 因为圣灵帮助我 因为圣灵帮助我 所以我就得以刚强 所以我得以加强 原来我很软弱的 原来我原本没有影响力的 原本我很软弱 我没有影响力的 于是圣灵帮助我 就刚强起来 于是圣灵帮助我 呼召你一切的首领 我就呼召以色列所有的首领 这些首领就跟着我 要有圣灵的工作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有神的话 有圣灵的能力 有圣灵的能力 我们就无往而不利 我们就无往而不利 Amen 所以我们叫灵良堂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叫灵良堂 你知道吗 我们有灵 我们有灵 也有良 也有良的 良就是神的话 良就是神的话 我们有圣灵有神的话 我们有圣灵有神的话 今天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器皿 所以今天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器皿 这个器皿 是否能够回应大时代的需要 而这个器皿 是不是能够回应大时代的需要 带来一个更大的福兴 能够带来更大的福兴 神的话 律法很重要 神的话律法很重要 神的灵也很重要 神的灵也很重要 我们两样东西 我们都要有 我们两个 我们这两方面 都有回应神 那我们也要来回应神 所以我们要对神 有更大的开放 所以我们要对神有更大的开放 让神的话语进来 让神的话语进来 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头脑 要预备好领受神的话 你要预备好领受神的话 我们的心 要预备好领受圣灵 你要预备好领受圣灵 当有圣灵有神的话 当有圣灵有神的话 我们要靠着圣灵跟从神的话 我们靠着圣灵跟从神的话 神的话语就发出莫大的能力 神的话语就发出莫大的能力 神迹其事就随着我们发生 神迹其事就要随着我们发生 我们注彭节面对天吐台风 我们注彭前面在天吐台风 世纪大风暴 世纪大风暴 但是我们仍然去得胜 但是我们仍然去得胜里面 天吐台风无阻 我们在马湾的敬拜 天吐台风污住我们在马湾的敬拜 我们可以有年宵 七千人六日间信耶稣 我们可以有年宵 七千人一顺 几天之间信耶稣 我们看到天气不好 我们看到天气不好 下雨我们祷告天就不下雨 下雨我们祷告天就不下雨 看到天很热 我们需要冷一点 我们需要冷一点 让更多人出来下年宵 让更多人可以来走年宵 买我们的货物 然后买我们的货品 所以我们祷告天气要冷一点 所以我们祷告天气要冷一点 天气就冷一点 天气那就变冷了 并且当我们收档之后才下大雨 而且当我们收摊之后才开始下大雨 并且是我们离开马湾之后 桥才封大雨才下来 然后我们离开马湾之后 那个桥才被封住 大雨才开始下 神迹神迹再神迹 神迹神迹再神迹 因为我们有神的话 因为我们有圣灵 因为我们有神的话 我们有圣灵 阿们 阿们 以色拉他有神的话 他有圣灵 以色拉他有神的话 他有圣灵 还有呢 以色拉他有第三方面对神的回应 以色拉他有第三方面对神的回应 他是领带领 他带动归会 他带领带动归会 他带动归会 他带动这个归会 第六节 这以色拉从巴比伦上来 这以色拉从巴比伦上来 这个字 上来是阿里亚 上来耶路撒冷的意思 这个上来就是阿里亚 就是上来耶路撒冷的意思 在历代之下 最后那一字里面就出现这个字 在历代之下最后也出现 以色拉紧紧贴着历代之下 以色拉紧紧贴着历代之下 第一章一开始又是讲归会 第一章开始就是 讲上来讲阿里亚 就是讲归会 讲上来就是阿里亚 来到第七章仍然讲阿里亚 到了第七章还是讲阿里亚 这个字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出现五次 第一次是第六节 第二次是第七节 第二次是第七节 我们看第六节 以色拉从巴比伦上来 这个阿里亚是单数 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 以色拉从巴比伦上来 这个阿里亚是单数 我们来看第七节 那我们看第七节 阿达斯西王第七年 以色列人祭司利美人歌唱的 守门的利体灵 又上耶路撒冷的 第七节 第七节 亚达斯王的第七年 以色列人祭司利为人歌唱的守门的 您提您有上耶路撒冷的 好 这里有上耶路撒冷这个字 有阿里亚 这里有上耶路撒冷这个上耶路撒冷是阿里亚 这个字是中数了 这个字就是中数了 这里有一帮人一起上 就是一帮人就一起上来 以色拉一个人的归回 以色拉一个人的归回 跟着就是一帮人的归回 然后就是一群人的归回 他一个人想要回耶路撒冷 他就影响交代对一帮人上耶路撒冷 他一个人要上耶路撒冷 他就影响而且带领了一群人 就来归回耶路撒冷 然后我们再看第九节 然后我们看第九节 第九节 第九节五月初日 他从巴比伦起城 因他神的事恩的手帮助 五月初日到了耶路撒冷 他们又到了耶路撒冷 他们又到了耶路撒冷 又上耶路撒冷 又上了耶路撒冷 我们看到就整帮人就上了 很快就到了 就是一群很快就上去 然后很快就到了 另外两处的圣经是第十三节和二十八节 然后另外两处是在十三节和二十八节 都是他们一同上耶路撒冷 都是他们一同上耶路撒冷 当以色拉他自己 立定心志 回应神 他上耶路撒冷 他就带来一大群人上耶路撒冷 当以色拉他自己立定心志 要来上耶路撒冷 他就带领一大群人一起上耶路撒冷 以色拉的脚都回应神 以色拉的脚也回应神 上耶路撒冷 所以以色拉他是一个预备好的器皿 因为以色拉是一个预备好的器皿 他的头预备好 他的头预备好 有神的说法 有神的话 他的心预备好 有胜利 他的心预备好 有胜利 他的脚预备好上耶路撒冷 他的脚也预备好 要上耶路撒冷 听见每当我们建殿之后 所以弟兄姐 当我们建殿之后 神要做更大的福兴 神要做更大的复兴 神已经今天预备好器皿 神今天已经预备好器皿了 这个器皿就是张一年 这个器皿就是张一年 这个器皿也是你 我们一起成为神一件很大的器皿 我们一起成为神手中一件很大的器皿 放在香港这个地方 是你跟我一起 成为神的器皿 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我们要怎样来回应神呢 在我们当中 有我 有Tony教授 有妙儿传道 有妙儿传道 有妙儿牧师 有妙儿牧师 有偉健全道 有伟健传道 还有 跟你旁边说 还有你 你问他叫什么名字 还有你 你问他叫什么名字 还有何杰老师 还有何杰老师 有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成为神的器皿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成为神的器皿 你问一下他 你要怎样回应神 那你就问他说 你要怎么回应神呢 你问一下他 你问他 问得这么小声的 问得这么小声 然后你回应神 我的头 我的心 我的脚 都要回应神 你就回想说 我的头 我的心 我的脚 都要回应神 阿们 阿们 我回应神 我从加拿大回来 我回应神 我从加拿大回到香港 我加拿大读完神学木会 我加拿大读完神学木会 2001年神就 送我回来到香港 2001年神就 拆派我回来香港 在香港回应神的呼召 在香港回应神的呼召 因为2000年神跟我说 我要在香港工作 你回香港工作 我要在香港工作 你回香港工作 于是我和师母就回来 于是我跟师母就回来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回来香港 今年第14年 回来香港今年第14年 01到14第14年 神要做大事 神要做大事 来到第14年 我们建殿又完成 而且第14年 我们建殿要完成 神要做大事 这个大的时代 对611来说 神要做大事 这个是一个大的时代 对611来说 也是香港 中国的大时代 也是香港 是中国的大时代 归回70年 归回70年 光复70年 光复了70年 神要让我们进入应许里面 神要让我们进入应许的里面 神需要弃命 神已经预备了你 神需要弃命 神已经预备了你 但是你是否预备好 但你是不是预备好 要回应神 你的头 你的心 你的脚 是不是预备好了 你的头 你的心 你的脚 是不是预备好了 你是不是继续追求神的怀疑 追求圣灵 以及去带领别人归回 你是不是继续追求圣灵 而且追求神的化解 带领别人归回 带领别人 带领很多人 进入神的应许当中 进入福庭 带领很多人 进入应许 进入复兴当中 以斯拉他预备好了 以斯拉他预备好了 请节目我们都要预备好 所以帝王子 我们也要预备好 我讲第二大点 新器皿的恩告 我讲第二大点 新器皿的恩告 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 十一节到二十六节 我简单来讲 这个新器皿的恩告 有两方面 简单来说 这个新器皿的恩告 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影响王的心意 第一方面是影响王的心意 十一十二节 祭司以斯拉通达耶和华的戒命 祭司以斯拉通达耶和华的戒命 他是认识耶和华的律法的文士 阿达是西王赐给玉子上面写着 亚达薛西王赐给他们的玉子上面写着说 阿达是西王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 大德的文士 诸天之王亚达薛西大禹 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 王的玉子赐给以斯拉 王的玉子赐给以斯拉 以斯拉拿着王的圣子 以斯拉拿着王的圣子 就是这两节圣经 我看见以斯拉影响了王 改变了王的心意 那我们看到以斯拉他影响了王 他改变了王的心意 原来我们成为新的器皿 以斯拉成为新的器皿 以斯拉成为新的器皿 神给他一份恩告改变王的心意 神给他一份恩告要改变王的心意 原本这个阿达是西王不认识耶和华的神 原来这个亚达薛西王是不认识耶和华的神的 但他怎样去到一个地步 他会给圣子以斯拉 那怎么会到一个地步他把圣子给以斯拉呢 说他是通达天上 耶和华神的律法大德的文士 说他是通达天上神的律法的文士呢 大德的文士 有很大的德行 就很大的德行 很厉害的文士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他原本不认识 他原本不认识的 但是以斯拉他预备好 但是以斯拉他预备好 他定制要明白而且遵行来教导神的律法 一起看圣经 所以在以斯拉当中就一起来看圣经 圣经原来是这样的 圣经原来是这样的 我们要一起遵行 我们要一起来遵行 要这样敬拜神 我们要这样敬拜神 原来我们的神是天上的神很厉害的 原来我们神是天上的神 原来神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是这么有意思的 原来神是这样的 原来我们听他我们就蒙福了 原来我们听就蒙福了 原来我们听他我们就发黄了 原来我们听了我们就发黄了 就算我们在巴比伦 在波斯地区 我们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我们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神会大大祝福我们 我们很有荣耀的 神会大大祝福我们 我们很有荣耀的 我们会健康一点 美丽一点 发黄一点 你会健康一点 美丽一点 你会发黄 并且我们各样都很顺利的 而且我们各样都很顺利的 我们做生意很厉害的 我们做生意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犹太人很厉害 其实是神厉害的 因为犹太人很厉害 其实是神很厉害的 只要按着神的话语去做就行了 只要按着神的话语去做就行了 神要我们这样敬拜神 原来神的话语去这样敬拜神 我们虽然有圣殿 我们虽然有圣殿 但我们自己一起祈祷 但是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敬拜 我们一起敬拜 我们尋求我们的神 我们来寻求我们的神 当他这样做 当他这样教导的时候 当这样做这样教导的时候 以色列人当中就有起一股风潮 以色列当中就有一股风潮 爱慕神的说话 遵行神的说话 教导神的说话 爱慕神的话 专行神的话 教导神的话 以色列人当中就大大的复兴 皇帝在皇宫里面都听到 哇 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厉害的 连皇帝在皇宫里面都听到 原来以色列人这么厉害 你向以色列来 以色列就在神面前说神的话 以色列就在王面前讲神的话 王的心就被打动 王的心就被打动 好 我给你圣子 你回去 说好 我给你圣子 你回去 重见敬拜 重见律法 重见敬拜 重见律法 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明白 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明白 原来我们波斯帝国 现在不是那么好 原来我们波斯帝国现在不是那么好 其他的已经有些蠢蠢欲动了 其他已经有些蠢蠢欲动了 波斯帝国是有些危险 波斯帝国已经有点危险 怎么办呢 希腊又上来了 希腊又起来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敬拜神 我们要敬拜神 所以原来当犹太人 我祝福你 你能够在圣子里面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整个波斯帝国就会好转 所以他说 犹太人你们回去 你们去敬拜神 当你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整个波斯帝国就会有好转的 所以在圣子里面他有这么看 所以他的圣子里面 他就这样提着的 第23节 凡天上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 详细办理 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 23节说 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神的殿 详细办理 为何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 阿达斯西王明白 阿达斯西王明白 只要我们在圣殿的敬拜 恢复 只要我们圣殿的敬拜恢复了 波斯帝国就蒙福 波斯帝国会蒙福的 并且王要自己都去那里的地方 有礼物献上 而且王自己都要去那里的地方 有礼物要来献上的 王的心意改变 王的心意改变 看见面 原来我们可以改变王的心意 所以听说 原来我们可以改变王的心意 以斯拉可以 我们也可以 以斯拉可以 我们也可以的 第二个恩高就是 福兴敬拜生活 第二个恩高就是 父兴敬拜的生活 第13节只有26节里面 这里有五方面去福兴敬拜的生活 13到26节有五方面 来恢复敬拜的生活 第13节是 准许招聚归会 13节是准许归回 准许招聚归回 王说我准许你招聚愿意 翻译色列的人你就招聚 王就跟你斯拉说 我准许去招聚愿意的人 就可以归回了 归回是为了敬拜 归回是为了敬拜 第二方面 按照律法提升敬拜 第二方面按照律法提升敬拜 第14节 王说王和七个谋士 猜你去招聚律法书 拆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警方 十字结束王与七个摩斯 竟然拆你去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 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 查问那里敬拜的警方 圣殿的警方 查问他们敬拜他们现在 圣殿已经起好了 但是是不是敬拜得好呢 圣殿已经建好了 是不是敬拜得好呢 够不够资源呢 够不够奉献呢 够不够资源 够不够奉献呢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王与百姓齐奉献 王与百姓齐奉献 第15节开始 15节开始 王说你要带着我所奉献的金心祭 金银 王说你要带着我所奉献的 甘心奉献的日子 还有七个牧师所奉献的甘心祭 金银礼物 经营礼物 还有巴比伦里面 犹太人所奉献的金银礼物 还有巴比伦全神犹太人所奉献的 你在巴比伦里面所得到的 所有的财宝 还有这些在巴比伦得到财宝的礼物 你都带回去耶路撒冷 你都带回到耶路撒冷 并且用这些钱来买牛羊去献祭 而且用这些钱 你去买牛羊来献祭 王说你要代表我 和我的牧师在那个地方献祭 所以要代表我和我的牧师在那个地方献祭 我要向耶路撒冷 我要向耶路撒冷 圣殿的敬拜要复兴 圣殿的敬拜要复兴 王说我都要有份参与 王说我也要有份参与 阿达世世王还做了很多圣殿的器皿 给他 你带回他在圣殿里面去用 亚大学习王还造了很多圣殿的签名 说你带回耶路撒冷里去用吧 王说我是皇帝 我要有份于对耶路撒冷的敬拜 就算我是皇帝 我也要有份在耶路撒冷的敬拜里面 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 这是第三方面 王与八成齐奉献 王与百姓齐奉献 祭司礼媚齐心侍奉 祭司立位齐心侍奉 第20节开始 20节开始 就会提到 如果敬拜当中圣殿里面 有任何的需要经费缺乏 王的府府都要打开 是给钱 就是说这个圣殿里面有任何的需要 王的府库都是打开 可以来给钱的 如果以色列人奉献不够不够圣殿用 如果以色列人奉献不够不够圣殿用的话 圣殿有需要 圣殿有需要 何西 就是约旦何以西的 波斯帝国的副官 就是那些财政司 都要开府府 拿钱出来给圣殿 就是约旦何以西那些库官 就是那些财政司 都要把府库打开 我读到这里我最开心 到这边我就很开心了 我们现在建议 还差一千九百多万 我们现在建议还差一千九百多万 五月底就要给了 五月底就要给了 我们现在有的现金呢 其实这些现金是用来出粮 支付教会的开支 其实现金是要拿来给薪水 要支付家会的开支 大概有一千万 其实我们就算把这些罗马出来 大兄姊妹 就是同工不支身水 就是把这些都拿出来 如果同工地中姐妹 我们都不付薪水的话 不需要给电费 什么什么 不给电费什么什么的 那我们都还差九百万 那我们都还差九百万 明白吗 明白吗 圣殿有需要 圣殿有需要 如果大兄姊妹没有奉献 如果地中姐妹没有奉献 我也很有信心 我也很有信心 因为梁振英要奉献 因为梁振英就要奉献了 香港政府要奉献 香港政府不奉献 习近平主席要奉献 香港政府不奉献 习近平主席都会奉献 阿达薛西王要奉献 亚达薛西王就会奉献了 Amen 开不开心啊 开不开心 今晚睡得够落了 今天可以睡得好觉了 不单止这样 不单是这样子 阿达薛西王的命令就是 祭司利美人 凡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人 不要进贡 不需要去交税 而且亚达薛西王说 祭司立位的人 他们在圣殿里面服侍 不需要进贡 不需要交税 好让他们专心在圣殿里面 来示范 好让他们专心在圣殿里面 你看到王的心意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王的心意 要将圣殿的敬拜重新建造起来 他要把圣殿里面的敬拜 重新建立起来 然后我们看见最后第五条 百姓投入敬拜生活 最后第五条 百姓投入敬拜生活 25节 王说以色列你可以立事司和审判官 25节王对以色列说 以色列你可以立事司和审判官 教导以色列人律法 教导以色列人律法 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敬拜 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敬拜 让他们也遵行神的话语 进行一个敬拜的生活 让他们也遵行神的话语 进入一个敬拜的生活 阿达薛西王很聪明 亚达薛西王非常聪明 他看见 只要你们有大人 他看见只要你们有大人 敬拜神 只要你们敬拜神 爱神释奉神 爱神释奉神 波斯帝国就兴旺 波斯帝国就会兴旺 听见我们 我们是不是能够让政府看到 我们是不是能够让政府看见 我们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国家主席看见 只要基督徒好好地敬拜神 只要基督徒好好地敬拜 好好地遵行神的心意 按照神的话语与生活 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 领受圣灵的能力 领受圣灵的能力 基督徒群体越来越大 基督徒群体越来越大 国家就越来越蒙福 国家就可以越来越蒙福 国家就可以越来越穩定 国家就可以越来越穩定 国家就可以越来越富足 因为我们的祝福不是靠我们双手 因为我们的祝福不是靠我们的双手 我们的祝福是从天上而来的 我们的祝福是从天上而来的 我相信中国也要进入一个新的年代 我们可以改变王的心意 我们可以改变王的心意 改变中国 改变中国 我们也可以提升神在中国里面的敬拜 我们可以提升神在中国的敬拜 在亚洲我们对神的敬拜 在亚洲我们对神的敬拜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公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公 但是当我们做到的时候 当我们做到的时候 当我们可以站在国家主席面前 好像以斯拉这样来说话的时候 当我们可以站在国家主席面前 好像以斯拉这样跟我讲话的时候 记得我们不要骄傲 记得我们不要骄傲 我们记得要感恩 两方面 就是第三大点 王的心意能够改变是因为圣灵 王的心意能够改变是因为圣灵 我们要感恩 我们能够起来招聚人归回 我们能够起来招聚人归回 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要感恩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弟兄姊妹 你跟我都要一起来感恩 所以弟兄姊妹 你跟我都要一起来感恩 最后我讲一个故事 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 请打PowerPoint 我要跟你讲一只狗的故事 我要跟你讲一只狗的故事 这只狗叫做Gander 这只狗叫做Gander Gander是加拿大东岸 一个很大的岛上面 一个地方 Gander是在加拿大东边的岛上面 一个地方 叫做Gander 叫做Gander 这只狗的名字叫做Gander 所以这个狗的名字叫做Gander 这只狗出生在那个地方 这只狗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当兵之后 它就叫做Gander 所以当兵之后 它就叫做Gander 这只狗它长大 这只狗它长大呢 就是这么大了 就是这么大了 好像一只熊那么大了 好像一只熊那么大了 好像黑熊一样 那个样子 你在飞机上一看 它就像一只黑熊 如果你真的看它 就是一只黑熊那么大了 调回来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 然后它是活在 Gander是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 很冷的 很冷的 那这种狗是很厉害的 这种狗就很厉害的 它们很勇猛的 但是又很可爱 但是它们又很可爱 又很贴心 又很贴心的 这种狗善于游水 这只狗很会游泳的 特别很冷的水它还喜欢 特别是越冷的水它越喜欢 这种狗可以在船上跳下海 所以这种狗可以在船上面跳下海 可以在码头跳下海去救人 可以从码头跳下海去救人 甚至可以在直升机上跳下海去救人 甚至可以从直升机那边跳下海去救人 有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拿破仑坐船它掉下海 拿破仑坐船它掉下海 就是这种狗跳下海里 把它拉上来 就是这只狗在跳下海然后把它救起来 不要看这个 先不要看这个 它可以游到那个人那里 它可以游到那个人那里 帮着那个人 然后拉着那个人 然后用他的手和脚游泳带它上海 然后就用他这样游泳 就带它上海 它是恐无有力 就是恐无有力 并且这种狗 你给了他的命令 而且这个狗你给了他命令呢 它知道他要做什么 它知道要做什么事的 它不会放弃的 它不会放弃的 它很厉害的 它是不讲累字的 它是没有累的 它不讲故事 我们男人都记得 老婆叫你做事你不要说累 我们男人都是老婆叫你做事你都会 男人没有累的 男人会很累的 我 疲累 不说累 你说累吗 累 不累 不说累 我们里面一半是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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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很有力的 Amen 这种狗呢 它在尿番岭的地方 它可以成为一个家里养的狗 所以这种狗就可以成为一只家里养的狗 它是尿番岭的土狗 Newfoundland的土狗 就很大只 是很大只 重量很大 就是很高大 我相信我们Kindness的两倍或者三倍 所以我相信Kindness是两倍到三倍大 很厉害的 是很厉害的 是很大只 很大只 好像一只小熊一样 就 所以 当这只狗做baby sitter的时候 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卖到来 所以如果这只狗做保姆的话 做baby sitter 它就没有人敢过来的 那他们当时的样子 就可以来帮忙看小龙 所以当地人 保护小朋友 它就是把它拿来看小朋友 来保护小朋友 没有别人可以欺负你的子女 因为如果你有这只狗 如果你有这只狗 就没有人可以欺负你的小朋友 你这只狗的天性是非常保护性的 那这只狗的天性是非常保护性的 所以用它来做救生员 所以你用它来做救生员 有所有地方有它就可以了 游泳的地方有它就可以了 它会保护它所看的范围里面 它会保护它所看的范围里面 一看到有人浸起它 飞下去就将人扣起来 你看到有人要淹死它 就会冲过去救它 它也是一种守救犬 它也是一种守救员 灾难的时候用它来守救 灾难的时候用它来守救 这种狗是非常之好 很贴心的 所以这种狗非常好 非常贴心的 Gander就是这样一种狗 所以Gander就是这种狗 Gander出生在1939年 那Gander出生在1939年 征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 那就是 他后来被征召入了 那后来被征召入了 他两岁的时候 他两岁的时候 因为日本进攻香港 因为日本进攻香港了 他已经打了中国了 他已经打掉中国了 没打完 还没有全部打完 但是南下进攻香港 南下要进攻香港 香港就是面对这个争战 那香港就面对这样的战争 要打抗日战争 要打这样的一个战争 于是他就被征召入了 于是他就被征召入了 他在入伍的时候 他是一个忠士 他入伍的时候 他是一个忠士 他有三画 他是沙展 他有三个这个 三界 这个是戴在他的手臂旁边的 他有戴这个牌章 他也有戴勋章 戴在他手臂上 是表示他的官阶 就表示他的官阶 他是忠士 他是忠士 好 那我们就看到 他开始就由尿范园这个地方出发 所以开始从尼范园这个地方出发 我看看日期 让我看一下日期 他是10月23号 10月23号 1941年 1941年10月23号 两岁多的Gander 两岁多的Gander 他成为一只军犬 从纽范园这个地方坐火车 去夏威夷菲律宾 然后进去 夏威夷菲律宾 然后到香港来 来到香港 就是1941年 来到香港是1941年 1941年 11月16号 11月16号 又跟611有关的 就跟611有关了 他离开温哥华就跟我有关 他离开温哥华就跟我有关了 因为我又是离开温哥华回来香港 因为我也是离开温哥华回来香港 刚刚是我生日那天 Gander就离开温哥华 那那么巧我生日那天 Gander也离开温哥华 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 我刚才在做很多事情 我发现这在他身上发生很多事 我从温哥华阿里亚回来 我从温哥华阿里亚回来 这只狗又从温哥华的地方坐船来到香港 这只狗也从温哥华搭船来到香港 并且在我生日那天 而且在我生日那天 好 那Gander来到香港之后 然后Gander来到香港之后呢 他就是暴操了 他就开始抄不抄 这里就是1941年11月16日的尼敦道 这里就是1941年4月4号的尼敦道 大家看清楚了 很珍贵的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很珍贵的 1941年你和我都没出生 1941年我们都还没有出生的 Gander在这个地方去Pirade 就走到深水埗军营 那Gander在这个地方就游行到深水埗的军营 Gander是一只的军犬 那Gander是一个军犬 他暴操都像军人 所以他步骤都很像军人 所以他都是正步地走 他也是正步地走 旁边有东西他不看 旁边有事情他就不看 他就一路向前 他就这样一路向前 要见礼的时候他就会见礼 要敬礼他就会敬礼 旁边他不会到处望到处走 不会的 他就是贴着在他的兵旁边 一路这样走 他自己都是兵 他不会周围看 他就会贴着他旁边的兵 他就会一直这样跟着 他不住狗屋的 他要住军营的 他不住狗屋 他住军营里面 他很厉害的 他很厉害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11月16日 那11月16日 他到了香港 他到了香港 这个是正面的样子 这是他正面的样子 那跟着12月8日 然后12月8日 他来了香港没多久 他来到香港没有多久 日军就正式向香港开战 那日军就正式向香港宣战 香港其实是英国的殖民地 香港那时候是英国的殖民地 日本他打了中国 所以日本打了中国 但是他都没敢移动英国 但是他还没有真的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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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英国 8日他就开始进占英国的殖民地 那12月8日就正式攻占英国的殖民地香港 那当时Gender就和他的加拿大步兵营守住城门水塘田夫仔这个地方 那Gender就跟他的加拿大步兵就要守住城门水塘田夫仔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了 大家知道了 又跟我们很有关 又跟我们很有关 我们那里有块地 我们在那边有一块地的 那里是我们上上去走土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我们常常去走岛的地方 他就守住那里 他就守住那里 但是日军太多了 但是日军太多了 空军啊 空军啊 不断地轰炸 是这样来轰炸 日军好像打越战那样 日军好像打越战一样 不断地轰炸 不断地轰炸 然后机枪啊炮弹啊 这样就下来了 然后机枪啊炮弹啊这样子下来 那日军就打过 就城门水塘守不住了 田夫仔守不住 打过来城门水塘田夫仔这个地方就守不住了 于是这个步兵团和其他英国的联军呢 联邦的盟军呢 就是退到荃湾了 于是这个步兵团跟其他英国的 还有其他的盟军就退到荃湾了 就是今天我们的所在 就是今天我们在荃湾 要想着守住这个地方 要想着守住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守住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要守住这个地方呢 因为当时的海滨 今天的海滨花园是当时的游户来的 因为当时的海滨 现在的海滨花园就是当时的游困 是原油之所在是最重要的 是原油的所在是最重要的 是战略重要的很大的战略品 是很大的战略的一个战略点 要守住但是又守不住 要守住但是又守不住 因为那个游户又被日军的飞机轰炸 因为那个游户被日军 全弯成为一片火海 全弯成为一片火海 所以他们这个兵团又要后退了 所以这个兵团又要后退了 日军继续攻占了整个九龙 那日军就继续攻占整个九龙 于是联军就要退到港岛 所以盟军联军就要退到港岛 Gender和他的部队 就是要驻守在北角码头 就要驻守在北角码头 又是我们的地方 又是我们的地方 很特别的 真的很特别 他驻守在北角码头 他在北角码头 而当时日军从九龙进攻去 进攻港岛 他就是打北角码头 那时候日军从九龙要进军港岛 就是先打北角码头 他先打黄埔 他先打黄埔 把黄埔这个地方全部烧了 把黄埔这个地方全部烧了 已经烧到黑了 然后就由黄埔这个地方摩黑 这样就搭船 这样就进攻 然后再从黄埔这个地方摩黑 就是在黑暗中进行 在九龙这边有炮弹地打向香港 然后从九龙这边 船就摩黑地上去 然后床就摩黑地上去 然后床就摩黑地上去 机关枪 机关枪 登陆艇 然后登陆艇 这样就进攻北角码头 这样进攻北角码头 讲到这里我都想哭 讲到这边都很想哭 Gender和他的军队 那Gender跟他的军队 跟他同团的团友 战友 就是守住北角码头 就是守住北角码头 但是日军不断地进攻 但是日军不断地进攻 我们再来看一些图片 我们再来看一些图片 这就是Gender 这个黑色的就是Gender 黑色的那一团就是Gender 这个是他们的战友 是加拿大的兵 是加拿大的兵 再下一张 再下一张 这些兵在开枪 是守住 堅持着一条防线 守住北角码头 所以他们在开枪 守住那个防线 守住北角码头 这些日军是上岸的 不给日军来上岸的 不给日军来上岸的 黑色的那些 就是Gender在那个地方 就是在预备了 那黑黑的就是Gender在那边预备 你看他的颠覆 在那个地方 你看他在那边这样子 他要预备是撲向敌人 预备要撲向敌人 有任何的敌人上来 他就会撲上去 有任何敌人来 他就会撲上去 他在一个战友旁边 他是在他的战友旁边 在下一张 看到有一个日本兵冲上来 看到有日本兵冲上来 日本兵是长袖的 加拿大兵很怕冬 所以穿短袖 加拿大兵是穿短袖的 怕热的 所以看到日本兵上来 你看看Gender下一张 你看下一张Gender 他就撲上去 是不是很大 撲上去 就是很大支 这个日本兵就被撲下 日本兵就被他撲倒 因为他没有预料到 黑黑的东西撲过来 他没有想过一个黑黑的东西 就撲过来的 所以曾经起码两次以上 所以曾经至少两次以上 敌人要进攻入他们的防线的时候 Gender都奋勇出去 将敌人赶走 敌人要攻打防线 这个兵就出身就走了 这个兵就走 但是在这个枪林弹雨当中 在这个枪林弹雨当中 手榴弹不断飞 手榴弹不断飞 大炮不断飞 大炮不断的轰炸过来 空中的飞机不断的轰炸 空中的飞机不断的轰炸 而日军越来越多 日军越来越多 而盟军的人越来越少 孟军的人越来越少 怎么办呢 甚至很多人受伤 甚至很多人受伤 这里就是那群受伤的人 那群受伤的人 就是加拿大兵 他们是Gender的战友 他们是Gender的战友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战线是守不住的 战线已经守不住了 因为兵太多 越来越多兵的登陆 所以他们守不住 他们守不住了 并且有很多人受伤 而且很多人受伤 于是Gender就换走个任务 所以Gender就用另一个任务 其他的兵就打仗 他就要保护这些伤兵 其他的兵就叫他来保护这些伤兵 他在那里保护这些伤兵 他就在这里保护这群伤兵 他看守这些伤兵 他看守这些伤兵 好像他尿命的时候 看守那些小朋友一样 好像他以前看守那些小朋友一样 他不要让这些兵有任何的伤 他不让这些兵有任何的伤害 万一有任何人攻击这些兵 Gender会自己先牺牲 万一有人攻击这些兵 Gender他自己会牺牲的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下一张图片 下一张图片 有个手榴弹扔了 就一个手榴弹就丢过来 就是这些伤兵的旁 就是这群伤兵的伤兵 在伤兵的脚前 在伤兵的脚前 这个兵看到了 这个兵看见了 手榴弹掉下来 手榴弹在这里 手榴弹在前面 已经看到了 他的脚受伤 他的脚受伤 他动不了 但是他要过来拿手榴弹 但是他要拿手榴弹 快点把他扔出去 就快点把他扔出去 几秒的时间而已 否则他们就会死 手榴弹的爆炸 手榴弹一爆炸 手榴弹一爆炸他们都会死 全部都走不了 他看到了 你看他这个角度 你看他拿手榴弹 Gender就在旁边 Gender就在旁边 他原本在这个地方 他原本在这个地方 他就跳过去 他看到危险度 他看见危险度 这个时候 他就跳向手榴弹 他就跳向手榴弹 下一张 Gender 擅起手榴弹 就咬住手榴弹 然后立刻飞奔 然后就马上飞奔 跑 急速地跑 离开双兵 在他奔跑的过程中 在奔跑的过程中 手榴弹就爆炸 手榴弹就爆炸 Gender壮烈牺牲 Gender就壮烈牺牲 两岁多 来了香港33天 来到香港33天 他做了 他应该做的那一份 他做了他应该做的那一份 去保护到他的战友 他保护了他的战友 他牺牲了他自己 我跟师母看这个故事 我们都很感动 我跟师母看这个故事 以色拉在他的年代 以色拉在他的年代 他保护 他建立圣殿 他保护他建立圣殿 建立圣殿的敬拜 建立律法 建立圣殿的敬拜 建立律法 他回应神 他回应神 在6月2014年 建殿完成的一年 在6月2014年 是建殿完成的一年 你对神的回应是什么 你对神的回应是什么呢 你是不是都愿意摆上你自己 你是不是都愿意摆上你自己呢 我再看下一张图片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 他有两个勋章 他有两个勋章 这里很精彩 大家要听 这里非常精彩 大家要听 公元2000年 公元2000年 10月27日 10月27日 又是我生日那一天 Gender受勋章 Gender受勋章 当然他已经不在了 是另一只狗 同类的狗 帮他领这个勋章 是一只最英勇狗的勋章 就是最英勇狗的勋章 并且呢 是刚才那张图片 还有刚刚那个图片呢 就是 在屋太华这个地方 有一个纪念碑树林 就是屋太华这个地方 有一个纪念碑 上面有Gender的名字 上面就刻着Gender的名字 上面 那几个字就代表Gender的精神 上面就写的是代表Gender的精神 牺牲自己 保护战友的精神 10月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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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公元2000年10月27号 领受勋章 他是公元2000年10月27号 领受中寻章 两个10月27 两个10月27 中间相距多少 中间相差多少呢 59年 对不对 今年我就59岁了 今年我就59岁了 我不知道神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神在跟我们说什么 我是10月27号出生 今年59岁 今年我就59岁 Gender离开温哥华 跟他受勋的日子 刚好59年 Gender离开温哥华 跟他受勋章的日子相差就是59年 再看从温哥华回来的那张照片 我是温哥华回来的 我是从温哥华回来的 我是从温哥华回来的 神究竟在做什么呢 神就应该做什么呢 还有一个大启示 我们大家要思想 还有另一个起诉 我们大家要思想 我们香港 刚才我所提到的 我们香港我刚刚所提到的 日本打香港的时候的路线 对不对 日本打香港的路线 对不对 拿了新界 城门水堂 城门水堂 荃湾 北角码头 然后北角码头 天神会带我们回来香港 那天神我们回来香港呢 不过2000年一年 我回来香港 神就让我们在北角码头 2000年回来 我是从北角码头 然后来到荃湾 然后再来到荃湾 然后再给田夫仔给我们 然后再把田夫仔给我们 神又在说什么呢 神又在说什么呢 因为这么多恰巧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巧合呢 还有更大的巧合是 还有更大的巧合是 今天4月6日 今天4月6日 是我们日本崇拜的第一日的开始 是我们日本崇拜的第一次的开始 我们今天下午两点半 在街美地有日本语的崇拜 而日本人呢 就是从 这样打过来 而日本人是这样子打过来 今天你有没有看到 神是让我们reverse 那你有没有看到 今天神让我们是反过来的 这样翻过来 我们是这样子回去的 并且日本人对我们的攻击是军事的 而且日本人对我们的攻击是军事的 今天我们是用福音 但是今天我们用福音 今天我们要让日本人都相信耶稣 今天我们要让日本人都认识耶稣 在亚洲归回的时候 是亚洲归回的时候 Amen 神在做的事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 神做的事情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 我连日都在神的计算当中 原来你我的生命跟年日都在神的计算当中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预备这个讲章 礼拜五师母跟我讲这个故事 礼拜五师母就跟我讲这个故事 我都很睏 一早早 我也是很想睡觉 一大早 礼拜六早我还没睡醒 我要预备我的心 预备讲道 师母一早就说 看完这个故事很感动 又有来跟我讲 看我这个故事好感动 他跟我说 我一直想着讲章 他一直跟我讲这个故事 我一直预备讲章 但我知道神要用这故事来激励我们 而且当我看的时候 有这么多巧合的 而且当我看的时候 原来那么多巧合 神在做什么 神让我们在北角全弯 神让我们从北角全弯 日本的进攻就是 城门水塘 全弯北角 日本人是死门水塘 为什么我们这些战略的地方 神都逐步让我们往前 为什么这些战略的地方 神让我们都往前 原来神有他的心意 我相信神有他的心意 来到2014年当我们的圣殿起好了 神让我们开启了 神就向我们开启了 并且刚刚今天 是日本语崇拜的开始 而且刚好今天 就是日本语的第一天的崇拜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神在做大事 神在做大事 是你跟我都不知道的大事 是你跟我都不知道的大事 但是你跟我却是被神 放在当中要成就的大事的那个器皿 但是你跟我却是神放在当中 做大事的那个器皿 兄姐妹一样 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神 所以地方主要让我们一起 回应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 临首神的说话 丁拜祂 侍奉祂 请拜祂 侍奉祂 這首歌是德華剛剛寫的嗎 這首歌是德華剛剛寫的 德華剛剛寫的新歌 Hallelujah,謝謝主 弟兄姊妹,我們一起一定要學唱 我們回應神成為新時代的氣味 來唱我們回應神 從新時代的氣味裡面 新鮮滾熱辣 新鮮… 不懂唱不要緊 我們一起唱,牧師也能唱到你 沒關係,我們一起唱 我們要成為新時代的氣味 本來,我們一起唱 我們到了 起床 活著你 不如我身臨 活著你的真道 活著你的真道 福日 suas 하으 真道 你請你是風箏 全心全意全意敬拜神 神已經千千萬 成為新時代的祈禮 我們願意回應神 預備自己為主所有 神祢興起我們 成為新時代的祈禮 我們立志敬拜神 獻上聚集為主而活 神祢監選我們 神祢監選我們 成為新時代的祈禮 我們願意回應神 預備自己為主所有 神祢興起我們 成為新時代的祈禮 我們立志敬拜神 獻上聚集為主而活 神祢監選我們 跟著我們祈禮 請大家跟著我來祈禮 天父爸爸 我們都願意在這個新時代 我們都願意在這個新時代 在建殿之後的時代 在建殿之後的時代 成為祈禮 成為祈禮 主要祈禮要做的復興更新 主要祈禮要做的復興更新轉化 我們都願意領受 我們都願意領受 求主幫助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主要我們要回應祢 主我們要回應祢 我們的頭 我們的心 我們的腳 都要回應祢 我們的頭 我們的心 我們的腳 都要回應祢 除了我們也願意領受 祈禮給我們的恩告 主我們也願意領受 祈禮所給我們的恩告 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們奉耶穌基督的名宣告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 聖靈的能力 聖靈的能力 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 足以改變王的心 可以改變王的心 帶來整個香港 中國、亞洲的祝福 帶來整個香港、中國、亞洲的祝福 主要我們願意擺上自己 主我們願意擺上自己 我們也願意有提升的敬拜 我們願意有提升的敬拜 主來幫助我們 主祢來幫助我們 祝福我們 祝福我們 奉耶穌基督的名祈禱 奉耶穌基督的名祈禱 Amen Hallelujah 多謝神 感謝主